台湾英雍科医台下上品设计会三位核心 是以到3万7千8百项的回收主会 设计创作了一台档衣 以此的作品 以前是在到意大利国籍设计大众 加古设计流的中行 同时也在到台湾金店新秀设计赞作特别众 以车过来收到更是公司亚载的收购和收责 并且在学校内进行了以后的议设 台湾英雍科医台下上品设计会 黄品琳、许恩佳、彭畜轩三位核心 以3万7千8百项的回收主会 设计创作了由来向外一站一站跳起来的 漏空结果和外形原论的等一 上品设计创作的核心标识 免洗策块在台湾每年水溶量 每年四周国一乡可以满地球20年 因此之后的創作 让免洗策块得到新的计划 一开始的想法呢 是想要就是从日常生活抓紧 然后我们第一眼就是看到说 我们的免洗块 其实是一个蛮 大家都是有点忽略掉这个问题 那它其实是一个很微小的垃圾 那它其实如果日积月累的话 它其实会让大家造成一些不太好的危害 那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当作燃烧使用 它只能就是掩埋 那燃烧的话它会产生一些空气的污温 那我们想要用这个免洗策 去做一个新的材质去做使用 有到这三位核心所創作的作品 以前在到意大利国际的设计台中 家库设计理的当中 同时也在到台湾经典新秀设计的赞作特别中 以后又受到建设公司压借的收割到丁组 营充学校也在后来进入医高医生 看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这一个 那时候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它设计的很特别 因为它是用的是Trastex是筑块钱 那是在企业永续经营ESG的情况下 我就会觉得说这些学生的想法 的设计灵感非常之好 那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很有兴趣 对买下这些作品来做收藏 甚至可以把这些变囊金的话 那就是最好的商品 也就是这是一个循环经济的概念 可以结合在这三面的话 这种创意是会最值得来赞赏的 然后今天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就不得不配合那种的眼光色 愿意收藏我们的学生的作品 台湾应用可以大家标识 在佣性核心设计人力过程中 也不必用核心鼓鼻社会的建立 这三位核心发现大量的火器免洗块 不管是这位本色的烟麦还是烧雕 都会带来环境的污量 引出希望只有这种作品 让每一位坐起来的人 都会感受到免洗块泛染的问题 进一步来乡因减少 输用一次性的免洗足块 既然肖建文英空窟 常常报到